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姐姐去世后头期还没过,我迫不及待转身嫁给姐夫,父母和我断绝关系,弟弟骂我不知廉耻,结婚宴上我请来一个人盛装出席,下一秒让他们在场所有人傻眼。 大学毕业之后,我转身投进了亲姐夫的怀抱,父母对我失望,亲弟弟骂我不知廉耻,唯独姐姐的三岁小女儿抱着我亲亲,望着墓碑上的姐姐照片,如今我得偿所愿。 喜气洋洋的结婚宴上,我穿着洁白的婚纱走在红毯上,一个人独自穿越人群走到苏彦面前。 一天之前,她还是我的亲姐夫,可是如今她成了我的丈夫,父母接受不了我和她结婚,就连今天的婚宴也没来。 我的弟弟叶枕朝我发疯,嘴里骂我,你怎么这么不知羞耻啊? 大姐姐才死了头七都没过,你就要嫁给姐夫。 从小到大,姐姐什么东西你都要抢,你怎么不抢着去死,把大姐姐还回来。 父母也对我失望,原本我刚毕业,叫招得到了一个不错的offer,却嫁给了姐夫。 甚至已经到了以死相逼的地步,但是我一心扑在苏家,非他不可。 如今,我终于如愿了。 而我终究没得到他们的原谅,也没能被父亲牵着亲手交给新郎。 似乎没见到我的父母,台下有些亲戚就开始七嘴八舌地交头接耳。 姐姐结婚的时候,他们就来过,没想到吃席还能吃到二女嫁一男,妹妹嫁姐夫的席。 我成了他们嘴里的笑柄,可是我不在乎。 只是对于我死皮赖脸嫁给苏彦,苏母看起来颇有些得意。 我看着她的嘴型在说,我们家苏彦优秀,多少女孩喜欢她,这不就是吗? 虽然是二婚但是娶了一个大学生。 别提前头那个媳妇,死都死了,晦气。 三年生不出一个儿子,我还指望她传宗接代吗? 苏母身旁的苏父不说话,抽着一杆叶子烟,但是她心里是赞同苏母的。 另一边苏彦的亲妹妹也没当着明面说什么,倒是她亲弟弟有些言语,我就说小姨子有半边屁股是姐夫的,当时还没人信。 则,我以后也要找个小姨子好看的老婆。 这样一大家子奇葩,马上就要和我住在一个屋檐下。 末地,我收回了视线,看向面前的苏彦。 她品学兼优,从小山沟一跃成龙,成为村里唯一的大学生。 她白手起家,年纪轻轻就开了上市公司。 可是望着她的家庭,我嗤之以鼻。 苏彦看着我,眼里一阵恍惚,很快恢复清明。 嫁给我,委屈你了,你会后悔吗? 我摇摇头,回给她一个明媚的笑。 嫁给你,我不会后悔。 该后悔的是你们呢? 因为,我可不是真心想要嫁给苏家。 我知道她恍惚什么,因为我和我的姐姐长得太像了。 尤其是我特意化的新娘妆容和姐姐可以算得上一模一样。 不知道,在和我结婚说诗词的三分钟里,苏彦是想着我死去的姐姐,还是想着我。 一想到如此滑稽,我一下没忍住在台上,扑斥一笑。 苏彦也是一愣,所以,她笑起来也是这么好看的吗? 我咳了两声清嗓子,让苏彦回神。 苏彦,现在我才是你的妻子,我姐姐已经死了,你心里的应该装的是我。 只是,她看起来深情,为什么又要娶我,还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男人。 要知道姐姐嫁人之后很少笑,眉眼之间总是很疲惫,问她发生了什么,姐姐嘴里说着没事,但是却忍不住小声啜气。 姐姐是爱笑的,只是苏家让她不再笑罢了。 现在,我同样嫁进了苏家,我倒要看看这个苏家到底是怎么样的牛鬼蛇神。 交换戒指的时候,是三岁的苏年年当花童,把戒指送上来。 她几乎是一路小跑到我的面前,嘴里喊着,姨姨。 我一脸慈爱地看着面前的小女孩,这就是我要嫁给姐夫的理由。 我还没有说话,苏燕先开口,年年,以后要叫妈妈了。 我脸色一冷横了苏燕一眼,紧接着换了笑脸,从年年手中接过戒指,年年喜欢,怎么喊都可以哦。 年年小声应了一声,将戒指放在我手中后,就小跑着离开了。 我的目光追随着粉嘟嘟的小园子。 那是姐姐的亲女儿,也是姐姐留给我最亲的人了。 我回神,在思宜的流程下,和苏燕互换了戒指。 小叔子带头起哄,然后底下一群人喊着接吻。 对于苏燕的靠近,我忍住反胃别过了脸。 即使这样,她还是在我脸颊上落下一吻。 我只觉得恶心,恨不得立马冲去卫生间洗脸。 因为我父母没来,我明确告诉过苏燕,不要有净茶环节,我可以不收改口红包。 没想到她还是那样做了。 看着面前四张椅子,空了两个,我脸色有些不好看。 苏燕此时站在我身边,叶家,我妈说,只有喝了改口茶,才算你真正嫁到我们家。 你体谅体谅她老人家吧。 我妈说,她给你包了个大红包,不会亏待你的。 听着苏燕嘴里的我妈说,我妈说,我真恨不得一巴掌甩在她脸上。 我妈这些年过得辛苦,只是想喝一碗改口茶,听你喊妈,她有什么错? 我看着苏燕的脸,还是忍忍放弃了甩巴掌,会验上苏燕燕还在,我不能做坏榜样。 我给苏母敬茶,她果然从身后掏出一封厚厚的红包,我一脸标准地笑,喊妈。 苏母明显很高兴,笑得厚槽牙都露出来,嘴里一直说,让我给苏家添个大胖小子。 婚礼过后,我翻起包里苏母给的红包。 包得很厚,但是把红跳子折了三折,真是难为她八百包出八千的架势。 苏燕想要禁婚房被我找理由赶了出去。 我还来不及书洗,就抱着苏年年进浴室。 年年,最近奶奶还有打你吗? 苏年年坐在浴盆里,玩着水面的小鸭子,开心地开口,没有哦。 有姨姨之后,年年就没有受伤了。 姨姨,你是天使吗? 我笑着呛了一声,就给苏年年洗澡。 小孩子的皮肤很嫩,一不小心就会划出痕迹。 因为这个,姐姐从来不留长指甲,也从没有做过美甲了。 直到我看见苏年年身上布料遮住的地方有青子痕迹,才注意到她被欺负。 等我把年年抱在床上盖好去洗漱,她肉乎乎地小手捉住我的衣角,怯生生开口。 姨姨,你会嫌弃我,也会不要我吗? 像妈妈一样,我笑着摸了摸苏年年的头,不管怎么样,我都会一直在年年身边哦。 得到了我肯定的回复,苏年年才放心松开我的衣角。 回到浴室,我也没了淋浴的力气,望着镜子里明媚的容颜,我鬼使神差伸出手去触碰。 姐姐,其实我好想你,姐姐比我大三岁,是邻居口中别人家的孩子,是父母师生夸赞的对象。 她落落大方,知性优雅,直到她读大学,遇见了姐夫苏艳。 姐姐一眼就被勤工俭学,节俭优秀的苏艳吸引。 她和别的男生不一样,苏艳全凭自己的努力向野草疯长,不屈服命运安排。 姐姐是温室的花朵,没有被风雨摧折,不知道野草生长的环境,正因如此她一个猛子扎了进去。 那时的苏艳什么也没有,给不起彩礼,就连创业的起始资金都是姐姐的嫁妆。 她总说不会亏待我姐姐,我姐姐信以为真,傻傻地相信苏艳的承诺。 可是,男人的承诺只有在爱里面才作数。 姐姐任劳任怨,在苏家荡牛坐马,伺候姑子小叔,侍奉公婆,最后还是被苏母说坏话,让苏艳消磨了她的爱意。 可我,才不是她那样的人。 一进婚房,我就看见苏艳抱着苏年年准备把她带到苏母的房间。 我一个大步上去把她拦下,年年还小,睡觉不老时,就不麻烦和奶奶一起睡了。 苏艳不悦地开口,这是我们的婚房,今天是我们的洞房花竹叶。 我妈说她算过了,今天日子好会怀儿子。 我一把从苏艳怀中抢过年年,后者害怕地抱着我的脖梗。 我一边安抚年年,一边朝苏艳开口,你妈说,你妈说,你怎么不让你妈给你生个儿子? 说吧,将年年放到床上盖好。 苏艳似乎震惊我的反驳,有些气急,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,怎么这么没礼貌? 你之前不是这个样子的,不像你姐,温柔贤淑。 苏艳似乎不太理解,为什么在姐姐葬礼上勾引她的小姨子,嫁给她之后,转而变了性子。 我气笑了,抓着床头柜的物件砸向苏艳的头。 你还有脸提我姐? 你以为我嫁给你是爱你吗? 我呸,我多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。 如果不是放心不下,她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,我根本不会踏进你们家一步。 我说完后,看着苏艳一脸错愕的表情。 真以为她是什么香伯伯,别人尚赶着要吗? 苏艳以为我嫁给她是因为被她吸引,只是爱与姐夫关系才没和姐姐竞争。 实际上,从见她第一面开始我就不喜欢她。 对她冷脸,她却以为我是在欲擒故纵。 苏艳不只是妈宝男那么恶心,她还是凤凰男,普信男。 姐姐终究是为了她的识人不清付出了代价。 苏母听见声响,赶忙从隔壁房间跑过来,先是看了一眼满地狼藉,然后看看苏艳有没有受伤。 苏母有些刻薄地说着,叶家,你发什么疯,嫁进了苏家,生是苏家的人,死是苏家的鬼。 你要记住,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除了我们家苏艳谁还敢娶你,你要以富家为天。 我呸呸呸,几口带谈的唾沫吐到他们母子俩的脸上。 我可不是我姐那么好欺负。 我告诉你们,只要我在苏家一天,你们都别想要好日子过。 很快,婚房前的闹剧引来了小姑子和小叔子的围观。 没错,这个富士公寓连带我,一起住了七口人,小且拥挤。 一想到这个公寓,有一半是姐姐嫁妆买的,房产证上却没写她的名字,我不有脸色冷了冷。 我可不是我姐姐不争不抢的性子,该是姐姐和年年的,他们一分都别想多战。 小姑子人还没到,一声优先传来。 到了跟前,小姑子还胸靠在墙壁上,哟,刚嫁过来第一天就露出狐狸尾巴了,我就知道你们姐妹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 怎么,之前装得娇弱,现在嫁进来就硬气了。 小叔子和苏父只穿着松松垮垮的睡裤,赤裸着上身也不避讳。 我紧皱了眉头,将他们赶出去,将门从背后关好。 苏年年毕竟是个小女孩,看见她们赤裸上身终归不好。 不过听小姑子的话,看来她没少尖酸刻薄为难姐姐。 还有如今看来,她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,我和姐姐什么都不算。 你什么意思? 这是我儿子的房间,你敢出来几个意思? 你姐姐在苏家,都不敢大呼小叫耍脾气,你妈真的是惯你。 我就说,女孩子不要读那么多书,基本的尊卑都不懂了吗? 苏母见识就开始用手指戳我,说话唾沫横飞。 我上前一步捏住她的手指,听见她吃痛的声音也不放开。 一道鼓擦音响起,苏母捂住手指,疼得眼泪掉下来。 忘了说,我不是我姐姐,从来都不是什么娇娇弱弱的儿媳妇。 下次谁再用手指指着我,谁就是这个下场? 小姑子搀扶着苏母,小叔子准备着随时给我一巴掌,只有苏燕愣了愣。 苏母直呼通,往苏燕身后一躲,看看你娶的好媳妇,真是反了天哪。 老太婆的命,真是苦啊呀呀呀呀呀。 苏燕不说话,就那样看着我,似乎感受不到苏母在身后打她的胳膊。 不过,这样也好,早点挑明,我也不用演得那么辛苦。 我回房间之前特意说了最后一句话,结了婚,这些都属于家庭纠纷,你们报警也没有用哦,还是只能私下调解呢? 要是不想耽误以后,孙子考工,就别让我留暗底。 看着他们变幻莫测的脸色,我心里直呼痛快,可是这还远远不够。 我重新躺回床上,轻声细语地哄着苏燕燕入睡。 望着苏燕燕,一股难以言说的酸涩涌上心头。 在这个家庭中,姐姐一定最放心不下燕燕了,但是没关系, 还有我。 年年还这么小,姐姐就算活得不如意,也不会想着自杀放弃她。 姐姐的死不简单,这里面一定还有苏家人的手笔。 这样想着,我打开了手机,手机连接了微型摄像机。 这还是在布置婚房的时候,我特意安在房间角落的。 我不信,他们露不出马脚。 只是没想到没看出破绽,反而让我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。 等我反应过来,我已经拿着菜刀站在小叔子的床头。 偿大的愤怒包裹着我,让我无法呼吸。 这个禽兽,是怎么敢的? 小叔子感受有人注视的目光,突然惊醒,和我四目相对。 你做什么? 欲求不满半夜爬床是吧? 行,让我满足你。 她话还没说完,就看见我手里的菜刀,泛着寒光。 吓得屁滚尿流要开口喊救命,被我一个眼神吓回去。 我一菜刀劈在她的大腿之间,再近一点,就让她做不成男人。 最后,想了想年年,我要忍住我不能犯法。 睡觉别睡死了,你以后再敢欺负年年,我就敢剁了你。 说着,我提刀转身出了门。 这一晚,只怕小叔子再也不敢闭着眼睛睡觉了。 现在,我还不能杀人,不只是为了我的前途,我还要抚养年年,不能坐牢。 早上我八点半的闹钟还没响,门外就已经传来咚咚咚急促的敲门声。 我叹了一口气,催命比闹钟还准时。 继续哄着身旁起床气得苏年年,我起床穿了件休闲套装,就开了门。 一开门,就是小姑子讨厌的嘴脸。 叶佳,你存心的是吧? 都七点了,你还不起床做早饭? 你要饿死我们吗? 我气笑了,缓着胸铐在门框上。 你算个什么东西,让老子七点起床给你做饭? 你是瘫痪残疾,还是小脑萎缩? 自己不会动手吗? 小姑子显然遇上了硬茶,尖酸刻薄道,你姐早上六点就给全家做早饭, 凭什么她能做,你不能做。 没想到,在家里一向被爸妈宠爱长大的姐姐,在他们家像个没工资的保姆一样,被使唤。 我一下,憋不住心里的火,推开小姑子就去了厨房。 这才对嘛,嫁进了苏家,就要守苏家的规矩,侍奉婆母,伺候姑姐,还没等小姑子说完。 我提起菜刀,已经走到她跟前。 我道,有本事,你再多说一句,我让苏家今早全吃人肉包子。 小姑子害怕地吞咽口水,与我保持了一个安全的距离。 小叔子听声音赶来,望着她赤裸的上身,我举起菜刀,对准她。 上去穿好衣服,再下来。 不然,我见你露膀子一次就砍你一刀。 都在一个屋檐下,小心点,最好做梦,都两只眼睛轮流站岗。 许师被我的气势吓到了,小叔子连滚带爬回到房间穿好衣服。 小姑子话不敢说中一句, 嫂子我错了,你先放下菜刀,我们好好聊。 放下菜刀走进厨房,我特意看了一眼在沙发上看好戏的苏母。 她手上才固定了板子,心里是有些怕我,所以今早她穿多了小姑子让我做早饭。 可惜了,我不是我姐姐,他们欺负不了。 不过念到苏年年还小,我还是进厨房做了早餐。 看着小叔子就要拿起谁煮蛋,我一巴掌就把她手拍红了。 吃什么吃,这么大人不会自己做。 抢什么孩子的。 不成想,这句话踩了小叔子的尾巴,她转头就去找苏母,吵我大叫。 女的配什么吃鸡蛋? 鸡蛋都是给男的吃的,男的才是家里顶粮柱,要传宗接代的。 女的是给别人家养的媳妇。 看来,苏家真是头顶生疮脚底流浓,从头到脚都坏透了。 我横了他们母子一眼,苏母手指还有些痛,不敢大声嚷嚷。 小叔子作为家里的男丁,什么东西都依着她来。 第一次有人,还是个女的忤逆她的想法,她一下子就急了。 苏母见不得儿子受委屈,上前一步,小家,不是妈说。 你就让让她吧,她还是个孩子。 我一菜刀底在她的面前,我也是个孩子,让让我,砍了你别怪我。 苏母害怕得离菜刀远远的,看着我的眼神透着惊悚。 我知道我的表情可不,我老早就想这么对待他们家了。 看着母子俩的样子,我忍不住骂。 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,法律上的成年人,孩子各屁。 这样的年纪,是可以坐牢的了。 小叔子健壮就要打我,我一菜刀就砍过去。 要不是苏母拉她拉得够快,那一刀就砍到她肩膀了。 没想到我真的会下手,小叔子已经吓破胆,早饭也不敢吃,就逃,也似离开苏家。 望着她逃跑的背影,原来就这点本事。 一早从书房出来的苏彦打着领带下来,不悦开口,一早上起来就听见家里很吵,能不能注意一点。 我还没说话,苏母就先哭哭啼啼地倒在苏彦怀里。 妈没用,妈帮不了你什么,在家里不是被嫌弃,就是被欺负,妈还不如回老家。 呜呜,这个儿媳我伺候不动。 紧接着做事就要走,苏彦也很懂眼色,将她拦下,妈,你说什么呢? 你养育了我,辛苦了大半辈子,你老了我和家家孝敬你,不要再说什么伺候不伺候的,是我们侍奉你。 听着苏彦的话,我直接啪啪鼓掌。 你妈辛苦养你,那你好好挣钱给她请保姆,请护工啊。 你妈辛苦又不是为我辛苦,说伺候别带上我,高攀不起。 紧接着转向苏母,不愧是活了四十多年,说哭就哭,搞得我欺负你一样。 老了老了,还成眼忌派,早几年说不定能混个恶毒女配奖,可惜了现在只能配恶毒婆婆奖。 苏母哭得更撕心裂肺,干脆在地上撒泼打滚。 哎哟,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哦,前头那个三年生不出一个儿子,后头这个牙尖嘴利嫌弃我老太婆了。 我的命,怎么这么苦啊?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,一把把苏母提到门口,让她在外面哭。 苏母可不怕事情闹大,对着偷拍闪光灯就开始又哭又闹,控诉这个,再骂那个。 我笑了,苏母以为吃瓜的人录视频上传网络,我会被讨伐吗? 苏彦的公司现在可是上升期,先遭受舆论的一定是她的公司。 至于我,我行得端坐得正,只怕反转反转,把我摘出去了。 苏彦察觉不对,连忙拉着苏母回家。 苏母一巴掌拍在她身上,丝毫不领情。 就这个不孝子,娶了媳妇就忘了娘,现在还要扒了我,不让我说实话,呜呜呜,天地良心耶,我怎么生了个白眼狼? 一到这个时候,苏父就隐身了,又哭又闹又出丑的是苏母。 我当然不会放过她。 转头就看见苏父坐在沙发上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抱手机刷风韵游存的阿姨。 爸,别看阿姨直播了,你也劝劝妈吧。 毕竟是你打赏了两万元妈才跟你吵起来的。 我一招货水东引,苏母立马从地上爬起来,看着苏父做贼心虚的样子。 一把抢过她的手机,指纹解锁。 视频直播的阿姨还在说,谢谢榜一老哥哥老苏头的法拉利,直播间的给榜一老哥哥点个关注呗。 苏母一看苏父就是榜一,气不打一处来,抓着苏父为数不多的头发。 苏母,你说,这是什么? 我不太懂,证据都已经贴脸了,为什么女人还要多此一举问这么一句? 当然,这并不妨碍我第一现场吃瓜。 而且苏父也是男人本色,证据贴脸了都要反驳,全身上下最硬的就是嘴。 苏父,这只是个家里困难的老妹妹,能帮就帮,倒是你,你看我手机做什么? 我什么都没做,你不相信我。 很快苏母和苏父扭打在一起,苏燕只能放下今天去公司,然后给父母调解。 小姑子见识不妙,已经跑到楼梯上张望,她真的太冷静了,只是看着我,带着几分审视。 我倒是很悠闲地照顾苏燕燕起床洗漱吃早饭,然后送去托儿所。 燕燕,你告诉姨姨,小叔叔什么时候欺负你玩游戏的? 苏燕燕有些窘迫,一张脸憋得通红,难受得快哭出来。 我连忙把苏燕燕抱在怀里轻声哄着,那个人渣我一定不会放过。 过了好一会儿,苏燕燕才缓过来,但是没有回答我,而是自顾自问起别的。 姨姨,你下午可以来接我吗? 望着苏燕燕软糯的小脸,我说,以后姨姨都会来接燕燕上学放学哦。 年年非要拉钩上吊一百年才算,然后就蹦蹦跳跳进了托儿所。 刚一出来,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。 叶小姐,尸检结果出来了。 我站在墓碑面前,看着姐姐的照片,那是她大学毕业证件照,笑得很好看。 叶家小姐,叶乐小姐的尸检报告出来了。 上面显示叶乐小姐是头部受到重创,后脑枕骨重击后引发猝死。 听着身旁法医念着诊断报告,我抬手抚摸上冰冷的墓碑。 我就知道,姐姐死后苏家立马送去火葬场,一看就是心里有鬼。 如果不是有高中同学去了火葬场坐入练尸,我还不会提前得到消息。 陆法医,您觉得这是她杀还是自杀? 听到我的问题,陆法医一顿,有自己不小心摔下楼撞伤后脑枕骨的概率,但也不能排除她杀。 我点了点头,把诊断报告收回包里。 要想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。 回了苏家,家里已经被苏燕调解得差不多了,还真是小看她了,不过她有这个能力,但还是放任婆媳争吵家具,看来她就是一心添向她妈而已。 苏燕下午有事先回了公司,嘱咐我好好照顾苏母。 苏母看了一眼我,想着儿子站在她身边,腰杆都值了三分。 小家,不说我说,你都到了苏家,好好做苏家,媳妇不好吗? 不缺你吃不缺你穿,一家人和和睦睦开开心心有什么不好。 你给妈添个大胖孙子,妈给你包个大红包。 说来说去,都是催我生儿子。 没兴趣,我喜欢女儿,像年年这样就很好。 苏母则了一声,养儿防老,女儿有什么好的。 你看我,儿子多有出息,成了大老总买了房和车,村里吃席都能上桌了。 小姑子听着不说话只是磕瓜子,她已经习惯了被这样对待,已经不想去反抗。 想起姐姐来,我做事挺直了身子,换了一个语气。 我姐姐的死,我都知道了,我是你们家的报应,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脸都不要,就要嫁进你们家。 苏母明显一愣,笑着打哈哈,你说什么呢? 知道什么,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苏母不会撒谎,我一眼就看出她有事瞒着。 但是,小姑子仍旧是一副势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。 苏母不敢面对我的眼神,起身就要离开沙发。 我姐姐做梦告诉我,她后脑勺好疼,她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 你猜,我怎么知道她后脑勺有伤? 苏母没读过多少书,他们都把叶勒的尸体烧成骨灰之后才告诉叶家。 但是,我怎么会知道实情呢? 想着,苏母惊恐地看着我。 我一脸笑眯眯地回望她。 姐姐说,今晚她要来找你了。 苏母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,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这么不惊吓。 不过这样也好,做了亏心事,就要心里不安受折磨。 从一嫁进来,我就说过,只要我在苏家一天,全家都别想好日子过。 我特意从她身边经过,只是我的笑容看起来像是掌握全局,让她心惊胆寒。 苏母一辈子围着孩子和锅台转,没什么大本事,典型的山村妇女形象,重男轻女,浑身陋习。 但是苏彦可不好对付,如果不是婚前庄德玉具还赢,引起她的征服欲,不然我也不会顺利嫁到苏家。 我需要待年年,尽快离开苏家了。 这样想着,我进了婚房,之前这里还是姐姐和姐夫的卧室。 我小心翼翼地从卫生间开始搜寻,这里的话容易摔跤。 然后就是床头柜,化妆台,床的边边角角,磕着碰着都很容易碰到后脑勺。 找了一圈,根本没有任何痕迹,我只能颓废地坐在地板上。 很快,我就在床下面发现了一个东西,是一瓶药,上面写着劳拉西盘。 看起来,它更应该待在床头柜,而不是床底。 我立马拿出手机搜了搜,是用于焦虑障碍的治疗或用于缓解焦虑症状级的抑郁症用药。 原来,姐姐已经精神焦虑到吃药的地步了吗? 你,找到了什么? 小姑子的声音从背后传来,我猛地一回头。 她说的是肯定句,不是疑问。 我戒备地看着她,没想到她一步步靠近我。 我在问你,你找到什么了? 小姑子的语气一下就升高,伸手就要来抓我藏在背后的东西。 我灵活躲过去,小姑子太反常。 我手中拿着的,更像是指证她的证据。 怎么,我知道了我姐姐死亡的真相,你急了? 未免太沉不住气了吧? 小姑子气急,一巴掌扇过来,嘴里怒吓,给我。 我反手回她一巴掌,给她蹬鼻子上脸了是吧? 趁着这个机会,我抓住小姑子的头发,说,我姐姐到底是怎么死的? 是不是你杀的? 她越奋力挣扎,我抓得她越疼。 最后,小姑子受不住,我没杀她。 我只吓吓她,让她流产。 流产? 姐姐怀二胎了。 我继续抓着小姑子的头发,她急忙哭着说,别扯了,别扯了。 我只是不想她生儿子,她就该和我一样。 她要是生了儿子,我又会回到老家那个时候,伺候人被打骂的日子。 所以,姐姐三年生不出一个儿子,也是有小姑子的阻挠。 小姑子被重男轻女伤到了,她自己经历了不幸,也要让别人和她一样不幸。 我几乎压着怒气问,你是怎么吓她的? 小姑子咬了咬牙,道,趁她洗澡放了条蛇进去,真的没毒。 大哥让我别管,我哪里知道她就死了,那你问我要什么东西? 小姑子顿了顿,我以为你找到了那条蛇。 那条蛇不见了,不过这么多天恶也会饿死,只能说小姑子做贼心虚,自己招了。 小姑子应该没有杀姐姐,一条蛇不至于让姐姐摔倒。 小叔子吊铃铛,是个猥亵儿童的人渣,最可怕的应该是苏燕。 她装得深情,但是姐姐的死是她一手造成的。 姐姐的致命伤在头部,根本不在咬伤。 姐姐家庭幸福,半生都顺风顺水,她的抗压能力一向很强。 能让她吃药的,只有苏燕的原因,说不定用了铺的手段,才能将她拴在身边不会离开。 这个男人未免太可怕了一些。 我咽了咽口水,至少现在知道怎么做。 我的鱼儿已经放下,就等着鱼儿上钩,和这些牛鬼蛇神对抗一天,真是比读书还累。 一直到下午,我接回了苏年年后,做了一桌饭菜。 苏母以为我是妥协了自己的命。 不,我只是自己也要吃饭。 年年,一边嘴里吃着瞎人,一边眉飞色舞地给我讲托儿所的事情。 末了,还要说一句,姨姨,我好想你啊。 我点点头硬盒。 苏母又开始说话,小家对年年真好,要是再生一个肯定也带得好。 年年一个孩子也孤单,你们再生个弟弟给他, 娘家人弟弟保护他。 紧接着又对年年说,年年喜欢弟弟,对吧? 我还没生气,年年率先哭了出来。 我不要弟弟,我才不喜欢弟弟。 苏母,瞧这个孩子,真自私。 赶紧生一个,没人独宠他,他就听话了。 他妈就不是个好人,都是他妈惯的。 我一把将筷子拍在桌子上,都别吃了。 逼逼叨叨个没完没了,吃什么吃。 我抱起苏年年,一只手就掀了桌子,满地狼藉的饭菜和碗筷碎片。 年年哭了,你们也别想好过。 说完,不顾众人的脸色,我将苏年年带回房间。 我还没走远,就听见苏母撒泼打滚往地上一坐。 天爷哦,怎么娶了个这样的儿媳妇? 放在我们村,是要被禁猪笼的哟。 苏年年,抽气着,小手扒拉我胸口的衣领,有些怯生生地开口。 姨姨,你可不可以不要弟弟,我很乖的,不需要弟弟。 我安抚着苏年年,这样的家庭环境一点都不适合孩子成长,我是一定要抢到抚养权的。 突然门开了,苏燕走进来。 她扯了扯领结,我看着她的样子,让她和我到卫生间聊,不要吓到年年。 苏燕沉默着答应。 空间狭小逼则的卫生间里,我和苏燕两两相望。 看起来,苏母应该和她说过我知道姐姐死亡的真相,她看我的眼神带着审视和纠结。 你到底要说什么? 苏燕又再一次松了松领带,才开口,你姐姐的事是意外。 当时没第一时间和你们说,是惦记着爸妈年纪大了,受不了刺激。 苏燕说得有理有据,我冷亨一生回,受不了刺激。 所以,烧成灰再说,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 苏燕,我姐姐不是那条蛇的缘故,是你。 你杀了她。 你这样的人,就该下地狱。 许是我的话,刺激到了苏燕。 苏燕顾不上君子风度,一把握住我的脖子,把我整个人压在洗手池上面。 我扑施一笑,你也这么家暴我姐姐的事不是。 苏燕不说话,只是手中的力道又大了一些。 我知道,我都知道。 你想用你妹妹当挡箭牌,她没读过书,被你骗了。 但是,我不会被你骗,我要把你的罪行公布出去。 我姐姐就是被你害死的。 苏燕脸色发青,我看着她眼底的杀意,终于要动手了吗? 我脸色通红,还是继续质问,我姐姐就是你杀的。 你趁她吃了药,然后把她弄死了。 苏燕冷着一张脸,她太冷静。 恍惚间,我感觉我真的要被她掐死。 很快,我抓起刷牙的慈悲,打在她的脑袋上。 苏燕痴痛猛地松开了我,我才得以大口喘着粗气。 我没想和苏燕这么快挑亲关系,但是我要尽快带苏年年离开苏家。 我捡起一块慈悲碎片对准苏燕。 苏燕突然笑出声,你和你姐一样,都很讨厌。 见我不理解的样子,苏燕不顾额头的伤口,利落地起身,抓住我的头发,将我的脸对准镜子贴上去。 看到你们这副样子,就让我觉得恶心。 我那么爱她,她乖乖地待在我身边不好吗? 居然想着离开我。 想和我离婚,没门。 紧接着苏燕双手抱着我的脸,让我的眼睛和她的眼睛四目相对。 你说错了一点哦。 你姐姐是我杀的,不过不是吃了药之后。 她病好了,可是她居然说要带着年年离开我,明明病得不轻。 所以我才为她吃药,没想到她居然敢反抗。 我就知道,她才不是温顺的妻子,你也和她一样,你们都一样。 看不起我的出身,看不起我的家人,没办法。 我只是想吓唬她一下,就像这样。 说着,苏燕抱着我的头猛地朝地上扔去。 我重心不稳,一下向后倒在地上,肩膀磕在浴缸上面。 手掌直直处在地上,手腕发疼。 苏燕像是疯磨了一样,一步步靠近我。 我的话让她知道我的动机不纯,甚至找到了姐姐死亡的真相。 所以,看来,她准备故技重施杀了我。 反正结了婚,她是我的丈夫, 只需要她说是意外不接受解剖尸检, 我就会像姐姐一样死去。 我会绝望地看着苏燕动手吗? 显然不会。 我已经得到了苏燕杀姐姐的证据, 再怎么样也要看着她被逮捕。 这样想着,我看准时机, 用头去硬碰硬磕在苏燕的右眼上。 苏燕吃痛,显然没料到我会突然出手。 趁这个机会, 我连滚带爬跑出浴室, 苏燕立马反手抓住我的一条腿。 摔倒之前我顺势捡起地上散落的碎片滑向她另外一只眼睛。 握着碎片的手发疼, 已经欠尽我的手掌心, 但是我不敢松手。 苏燕痛苦地捂住双眼, 我才找准机会出去抱着苏年年跑。 我刚从床上把年年抱起来, 苏燕就从浴室冲过来, 把我和年年一起推到地上。 苏年年捂着嘴不安地抽气, 我忍不住大吼, 年年是你的亲女儿, 你也要下手吗? 没想到苏燕冷冷一生, 第一胎女儿在我们村是要被溺死的, 让她活这么久, 已经是恩赐了。 我真的, 恩赐你妈卖梯。 还不来得及等我有所动作, 苏燕就已经一脚踹在我身上。 这一脚我避无可避, 因为我的身下就是年年。 如果我躲开了, 那一脚就是年年硬生生矮。 苏燕像剪破不一样, 把我提起来, 再重重扔到地上。 闷哼想起, 我觉得我的五脏六腑已经一味。 我反应过来猛地抱住苏燕的小腿, 祈求, 你到底怎么杀我姐姐的? 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对我, 让我知道姐姐死前有多难受? 我对不起姐姐, 我没有好好保护她, 苏燕看着我看着看着就笑了, 第一次听见这样见的要求。 还真是姐妹情深啊, 我呸, 让你们姐妹在地下团聚。 苏燕说完, 抓着床柜上的劳拉西盘打开盖子, 封了一样对到我嘴里, 我想躲, 但是被她死死压住。 她想造成我抑郁症倾向, 然后也是自杀。 要凭空了, 苏燕抓着我就回浴室。 我开始挣扎, 可是我的力量在苏燕面前太弱小, 最后被苏燕抓着头发拖进了浴室。 苏年年想要冲过来保护我, 被苏燕一脚踢到墙边, 小小的身躯疼得蜷缩起来抽搐着, 不敢哭出一声。 我受不了, 吃痛抓着苏燕的手腕, 指甲嵌进皮肉, 另一块在我掌心藏着的碎片被我死死攥着。 苏燕一巴掌扇过来让我老实一点, 我顺势抓住她的脖子, 用碎片划破她的脖子。 碎片口子很浅, 苏燕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 望着苏燕脸色通红, 眼白上翻无力地躺在我的脚边, 我试探着她的鼻息, 微弱但是尚在。 我不能沾人命, 便没有继续下手。 我拿了手机就抱着苏年年进了医院。 医生, 可以再帮我检查一下她的处女魔有被撕裂吗? 医生看了我一眼又看了苏年年一眼, 点着头, 继续问我, 你的伤。 我这才想起, 麻烦再给我做一份伤情鉴定报告, 还有苏年年的。 最后, 我是抱着苏年年在医院病房度过的。 一大早, 手机铃声催命地响起来, 叶佳, 你什么意思? 听着苏艳的中气十足的话, 只能说祸害一千年, 一晚上, 她的状态就这么好了, 可惜了年年还在输液。 什么意思? 监护权转移委托书和离婚协议看不懂吗? 实相就赶紧签字, 你也不想进监狱吧。 想想你现在的生活, 你的公司, 你舍得吗? 一个女儿而已, 反正你也不想要。 苏艳听出我言语之间的威胁, 于是后退一步, 我给你起草了一份协议, 我和你离婚年年归你, 但是你不能报警。 你先签字, 我就签字。 听着苏艳说话, 想象她现在的样子, 我忍不住笑出声。 我当然利落地签字, 但是这是包庇犯法诶, 法律协议无效。 苏艳聪明反背聪明误, 她以为两不相欠, 不, 这怎么可能? 想着, 我挂了电话, 看着苏艳在线上签了两份协议, 立马给我弟打去电话。 我要报警。 是了, 我的亲弟弟是警察, 还记得姐姐的死亡有问题, 我找他商量, 弟弟说没有证据根本不能立案。 没有证据, 那我就去找, 所以和他瞒着爸妈演了一场戏。 在姐姐葬礼上, 他骂我喜欢姐夫不知廉耻, 下贱, 要和我断绝关系。 当着亲戚的面, 我高呼飞苏艳不嫁。 姐姐死了, 她一个官夫, 我一个未婚, 凭什么不能在一起? 她这样的人, 一旦附加女恋爱恼非她不可, 她内心地虚荣心作祟。 看, 这么好看, 还是处女大学生喜欢她这个成功人士, 她多有魅力。 加上, 我为了和她在一起和家里断绝关系, 她被冲昏了头脑。 因此, 在苏艳知道了我对她情根深肿后, 就把我娶回苏家生儿子。 叶辉穿着警服来到医院找我做笔录, 看到我和年年的样子, 已经怒气冲天, 恨不得当场逮捕苏艳。 我不仅要告苏艳谋杀我姐姐, 我还要告她谋杀我未遂。 其次, 我要告苏艳的弟弟猥亵儿童。 说着, 我把手机备份的监控录像拿给叶辉看。 叶辉看了看手机, 又看了看苏年年, 一拳砸进墙壁上。 视频里, 白天苏艳到我家娶我然后直接去了婚宴。 在苏家单独留下了小梳子, 和苏年年, 光是看着年年眼眶红红, 捂着嘴不敢出声大声哭, 我的心里就是一紧, 恨不得杀了那个人渣。 叶辉看着姐姐留下的唯一血脉, 居然被这个人渣伤害, 自己还傻傻不知道, 就觉得可气可笑。 叶辉深深看了我一眼, 这一次, 他们不会再有机会逃脱法律制裁了。 我点点头, 给叶辉翻看了离婚协议, 道, 我和他离婚了, 他对我做的一切不是家暴, 是杀人未遂, 是刑事案件。 叶辉颇有些沉重, 拿着证据拷贝就离开了医院。 我抱着书页的苏年年, 小声哄着, 年年别怕, 坏人都会被舅舅抓进监狱, 以后就没人敢欺负我们年年了。 苏年年眨白一双水汪汪的眼睛, 透过的他的眼睛, 我恍惚像是看见了姐姐。 我做到了, 我不仅查出了真相, 把证据递交, 我还成功抢到了年年的监护权。 苏年年纪轻轻地抱着我的脖子, 在我的侧脸落下一吻, 姨姨, 你真好。 不, 其实我一点都不好。 我可凶可凶了, 你妈妈才是全天底下最好, 最温柔的人。 苏年年小声回应, 妈妈很好, 姨姨也很好, 姨姨像妈妈。 我眼中酸涩抬起头, 用另一只袖口擦去眼角的泪。 听说苏燕和小叔子一起被警察带走, 我才回苏家收拾年年的出生证明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 一回苏家就被苏母拦住, 她拿着一把菜刀抵在门口。 我笑了, 走上前, 怎么, 你也杀我。 想进去和你儿子做个伴。 我倒无所谓, 家里还有个亲弟弟养爸妈, 到时候你也进去了。 你老公拿钱和网上的女主播在一起, 你又得到了什么? 苏母一脸猙獰, 她也知道她进监狱后也会那样。 可是她不敢赌, 一屁股坐在门槛, 叶家, 你个扫把星。 你和你姐这种人就该下地狱。 你还我儿子, 你还我两个儿子。 我冷笑从她身边跨过, 望着泛红的喜字, 这些都是苏家的报应。 我就是苏家的报应。 最后, 苏年年户籍迁进叶家, 记在我的名下。 苏年年改姓叶, 叶乐的叶。 和苏燕离婚之后, 我就回到了叶家。 爸妈一见我和年年, 就抱着我们哭个不停。 小家, 你吓死我们了。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一个人嫁进苏家,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, 像你姐姐一样, 我们该怎么办? 我知道, 可是我能从长记忆等十年, 二十年真相大白, 可是年年等不起。 听说苏燕死缓改无期, 小叔子猥亵儿童也进去了。 法庭宣判的那一刻, 我才感受到我的心脏狂跳。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, 我是书家, 因为我失去了我的亲姐姐。